佛光照大地 乏洗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瑜传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2021香港佛光道场 皈依典礼日前隆重的登场 200位的信徒 透过了现场 还有云端的方式参与典礼 正式成为正姓的佛弟子 而其中还可以看到 不乏很多的小菩萨们 也都皈依佛门 佛的心理 跟一般人的心理 有什么差别 我是很稳重 因为佛的心很清静 来到大殿前行佛 学习持经的正确动作 香港佛光山举行 皈依三宝典礼 经营不少正式皈依的佛弟子 绝与法师带领大众 学习行风礼仪 明令努力实践佛法 在心中种下菩提种子 不少年幼儿童 也在家人的带领下 皈依佛门 有副法师代表 新闻大师主持受证仪式 为这些心境佛弟子加持 也提醒要把握这样的 美好姻缘 与佛接心 我们如果一天没有水的话 那日子会很难过 所以一天没有佛华的滋润 心灵也会干渴 各位皈依佛 就好像你的心灵上 有一座电力公司 点亮了你的心灯 今天我进行了这个皈依的典礼 其实我从学佛法到今天 都有一段多长的时间 途中都有看 《诗文大师》的一些文章等等 都学到很多 所以今天就做了皈依 还有其实在这个典礼当中 我都很感动 那我都念心经的时候 都有哭到的 感受到这个佛法的爱 那未来重新出发的时候 首先就要多点回来 去上读 学一些新的知识 善的知识 还有要将这份喜悦 分享给家人朋友等等 领取自己的皈依症 正式踏入佛门 近两百多位佛弟子 透过云端现场参与典礼 要积极听经文法 学习佛陀智慧 迎接美好未来 本件为史香港综合报导